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说起我国的名山 大家可能会想到泰山 黄山 华山等 然而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一座名山 它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校 还引得日本每年都会自费上百万 来对它进行一次检测 这座山就是鸭鲁江 松花江和图门江的发源地 长白山 长白山区域总面积1964平方千米 我国境内的最高峰为白云峰 海拔2691米 长白山不仅是我国满足的发想地 还因为植被垂直景观和火山地貌 首批进入了国家自然遗产名路 它自然资源丰富 动植物种类繁多 是世界少有的天然博物馆 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对这样一座山脉 如此害怕呢 众所周知 日本是一个多火山地震的岛国 每年发生在日本的大小地震 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因此日本异常重视 对地震的研究和防范 然而经过多年的跟踪调查 日本发现 每一次长白山发生较大规模的火山喷发时 日本都会发生大地震 例如1928年 长白山火山喷发 日本关东地区随后就发生了8.5级地震 以至于日本方面非常重视对长白山的探测 他们一直试图弄明白长白山火山和日本地震之间的关系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猜测 日本每年的探测行为别有容易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不忍能破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